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对法轮功这样那样 法轮功不该参与政治 就是非但没有去之声 反而有落井下石之险 百年奥运之前四川大地震 72小时没有人进去 人到底怎么样没人知道 72小时之后当兵的进去 而当兵又充当的是党的炮灰 连工具都没有 到底死多少人 只能听官方说 艾未未调查到底有具体多少学生死了 艾未未就出麻烦了 这个时候您还不知事 一件一件一直到今天 温州撞车了 人们又在寻求着真相 我早就提到过 党存在一天 中国人就倒霉一天 而中国人的倒霉的过程 跟自己不能站起来 跟自己不能寻找真相 跟自己不维护自己基本的尊严 甚至凭借着被洗脑之后的观念 去污蔑其他中国人 去污蔑那些寻找真相的人 为了自己维护自己的观念 面子 甚至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否则的话哪会出来五毛呢 所以说在党教育之下 人们都变得冷血了 那今天咱就看看温州撞车 这是怎么回事 苹果日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叫 官方公布动车惨剧 隐瞒真相 文章上来介绍 在温州火车相撞事故救援 昨天也就24号进入第二天 死者人数增加到35人 但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说增加到38人 伤者192人 当局仍然将惨剧归咎于雷击导致设备故障 又将脱轨的车厢捣毁掩埋 从而引致了舆论质疑当局草菅人命 毁灭证据隐瞒真相 质疑铁路设备安全及运营监督效率 这场火车相撞 不只是撞出重重疑问 或者还会撞开国产动力车组 高铁的惊人内幕 撞开内地铁路亡国 更有多少官商勾结的黑幕 今天还是那句话 党存在一天 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 官商一定结合 那文章介绍了整个过程 然后紧接就提到有些网民的一些话 一位网民说 技术不到家就别瞎逞能 被雷电都能造成失去动力 这种质量还敢运营 还吹什么牛皮 拿人民的生命不当回事 而内地官方的报纸 叫做每日经济新闻 网站当中提出质疑 说当局公布的事发时间 为何相差了七分钟 本来先到温州的D301 为何迟到 撞到了前面的车 肇事两辆列车的时速 为何不公开 雷迹为何导致D3115停车 那防追尾系统为何失灵 安全锤为何砸不开电窗 那失落桥下的车厢为何就地掩埋 所以我觉得换个角度讲吧 一千多口的人坐在火车里头 他怕雷击 怕打雷劈中 文章里接着讲说 更令人惊讶的是 对被壮烈跌到桥下的车厢 当局并未拖回去化验检查 而是出动重型挖掘机 当场捣毁掩埋 村民眼见当局 未清理车厢 纷纷向记者发出质疑 车厢里面会不会还有人呢 旅客的行李怎么都不管呢 我们中国人在党的这些握有权力的 另外的中国人的眼睛里 我们不是人 只能这么说 我们充当的是劳力 能够给他贪污 提供资源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被这样的体制害死的时候 我们扰乱了人家的仕途 扰乱了人家升迁的机会 所以必须被销毁掉 不是吗 那文章直接提到说 这两辆列车是中国的防制品 这两辆国产的车 分别当时载有558名乘客 和1072名乘客 那加起来大家就不难算出 一共有1640人 那到底有多少人生还 车厢挂在桥上 被就直接拉下来 立着的车厢 我们没谁见着有什么镜头 救援的人 在立着的车厢里面 从上至下 或者是从下至上 逐个座位去寻找 可能有机会生还的人 我们在网上 没看到这样的图片 我们看到的图片 是把这截车厢拉下来 你说咱值多少钱 日本人对这件事情极为关注 网上我也看到说 有些日本人很高兴 这又把爱国主义扯上来了 那法国台有篇文章 就讲日本人为什么关注 文章题目说 日本怀疑中国高铁技术混乱 轻视安全 文章提到说 这件事情成为日本媒体的焦点 由于中国的高铁 是引进日本东北新干线 疾风号的技术改良而成的 对运行47年 没有发生过 一起人员死亡事故的 日本新干线来说 中国高铁事故 仍然是引以为戒的教训 开发新干线技术的 GI日本铁道公司说 就算雷雨引起系统故障 日本新干线基于设计原理 也不可能发生追尾事故 您就想中国制造是个什么东西 您就说我们中国人 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骂日本人你瞎扯 骂人家管什么用 你骂半天 下回掉飞机的时候 会不会赶上你呢 你如果真是赶上你了 飞机掉下来了 老婆想找你失手 没了 给埋了 你老婆那时候说什么呢 带着你钱改嫁 你想想 你在天之灵 又该怎么办呢 那香港的另外一家大报呢 同样提出质疑 法国台的引述是这么说的 香港媒体质疑 埋葬 高铁残骸 毁灭证据 文章提到说 是香港销路最大的两份报纸 24号不约而同的提出质疑问题 那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苹果日报 那它下面引述的是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的标题是 狂挖巨坑 掩埋真相 不约而同的怀疑 当局是否有毁灭证据的意图 东方日报是这么说的 高铁事故发生后 仅12个小时 桥下现场 24号早晨 突然开来多辆绝泥机 短时间内挖出一个大坑 巨木记者称 当局派出工程车 把车厢切割开 然后把它切成碎片压扁 埋入大坑 那当局的意图 试图掩埋真相 引起网友们质疑 铁道部门解释 是为了腾出地点 让大吨位的叼车开进去 但是越描越黑 引起网民质疑 根据现场参加救援的村民表示 23号晚上 他们通宵协助救援人员 台人搬杂物 24号白天 铁道部门突然来了 近十辆绝泥机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干什么 反正按命令办事就是了 所以这就是绝泥机的司机的坦言 上级要求挖一个大坑 够大够深 所以当时现场的群众 也质疑当局的做法 任何事故 你应该把东西拿回去化验 拿回去检查 不这么做 反而出动这个绝泥机 把整个证据车厢给掩埋掉 到底在掩盖什么 到底谁发出这样的命令 到底是为了救人 还是怎么样呢 如果说为了救人 网上一再报道说 当凌晨两点钟停止救援的时候 结果凌晨五点钟 又发现一个幸存者 当中央电视台早晨七点钟说 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时候 过了两个小时 又有一个幸存者 当最后整个清理现场 该把这个整个车厢拉下来的时候 结果在后面又发现了一个小孩 我们中国人值多少钱 救援部队的救援人员当官的 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被其他中国人 非常仔细的一点一点的 哪么我们还有一点点出气的机会 能够被别人救了呢 如果自己的民族的人 对自己民族的人是这样态度的话 你让谁去尊重你 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而这一切不就依然是在今天 是党的光辉环耀下 党的光辉的照耀之下 和网上那么多五毛 去吹息这些东西的时候 在扼杀着普通中国人性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发生着吗 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 德国人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是这么讲的 中共当局处理7月23号动车事故引起重怒 他说中共官方的救援工作 应急处理信息是否公开 这是大家伙关注的 而整个过程当中到了24号 中共官方阻止了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 只允许党媒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进去 所以您就记住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东西 都是按照党的一致 一致中宣部的要求做的 那他播出来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达到他的要求和给我们洗脑的作用 网上有网友直接这么说 当事情发生之后 几乎所有逃生的都是自救或者乘客之间相互协助 也遇到了温州热心市民的帮助 而出事的机动车组以及官方救援迟迟迟 至于掩埋残骸 无论官方如何解释 引述了一位台湾著名的演员 易能静对此发表的评论 法国飞机出事残骸数年没有清理 即使一小片残骸也要查清是如何断裂 切割面是怎么形成的 瞬间的冲击力冲击距离等等细节 并用电脑模拟还原失事现场 以防下次悲剧发生 如果是雷击雷雨中运行的车辆是如此的频繁 怎么避免下次雷击 所有这些都应该给出答案 易能静说的是法国人对实时的飞机的处理 法国人值多少钱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我们普通的中国人 值多少钱 在党的眼睛里面 在具体的官员的眼睛里面 我们值多少钱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